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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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各位出席今天香港控煙40周年的慶祝典礼 一起回顾这40年来香港重要的控煙里程 以及前瞻未来的控煙策略和挑战 我们的控煙目标是很清晰的 我们是要将来彻底消除了煙草对我们的危害 特别是我们的新一代不再受到煙草的引游和对健康的危害 从而保护我们所有市民的生命和健康 我们数三声然后请台上那么多位主理嘉宾就将这个控煙标志放在前面的仪式台上 予以我们的控煙政策和方法可以多管齐下 3 2 1 哇 恭喜了 香港控煙40周年我们各界为控煙一切努力 目的是同一个就是为香港迈向灵烟害世代而努力 我们回顾一下过去40年一步一脚印 这个控煙的政策 在以前我们看到黑煙人外健康 这几个字是对我们起不到什么作用的 但如果一个人在他们作出决定 把煙者摆在口上看到图像 他就会有个警告 除了自己有事之外 也会影响家人 当时的环境我想在座40岁以上都应该记得 所谓非常严重的污染 当时反对最严重的就是饮食界 但最好笑的事就是 我们的法例通过之后 最拥护我们的也是饮食界 因为他们不然知道 那些人不在那里吃多一些烟 就把他们抵护回台的机会 结果生意就增加了 我记得当时是大约2012年 刚刚我开始做卫生处处长 同时我们不时都要留意着公共卫生方面的发展 就发觉这个灵类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产品 但是我们最后都能成功 最关键就是社会上有一个共识 就是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下一代 要免除他们再受到烟草的祸害 这个加烟水 差不多是这么多控烟的手段里面 一个最有效的手段 去令到吃烟的人解烟 令我们的年轻人没有去吃烟 还有令一些在吃烟的人 他们也不会再复吸的很好的手段 然后听完回顾 当然我们就要展望了 这一节我们首先要邀请年轻人上台 我们有三位女同学 她们是来自圣洁宁女子中学的 现时香港的控烟工作就占件成效 但是我们可以怎样 再进一步把吸烟率降低呢 就是我们最紧要 就是尽快去加烟水 还要大幅地加烟水 因为加烟水在全世界 包括香港 都证明是最有效的 使得一些烟民 戒烟 或者减少吸烟 特别是对年轻人的影响最大 我们作为一个不吸烟的人士 政府可以怎样令到 我们减少受到烟害的影响 相反我们又怎样 可以令到吸烟人士去嫁烟呢 康大的禁烟区 是其中一样我们可以做的 就是令到吸二手烟的机会少很多 因为香港地方很狹窄 如果你在街上 其实都很有机会吸到二手烟 烟草箱会运用不同的手法 去吸引人吸烟 特别是年轻人 我想问一下有什么方法 可以减低烟草产品的吸引程度 亲朋亲友的信息是很重要的 留个小口信给他们 就是说不要吃了 其实是很有害的 也请吃烟的人 去见一下他的家庭医生 现在香港也有康健中心 会有很多服务 是帮你去戒烟的 可以用中医 其实中医也有很多方法 可以去帮你戒烟 亦都可以辅导方面 更加提醒烟的害存 从一个医学角度 有证据的 去告诉你 对肺对心臟也有 我想这几样东西 应该可以帮到 跟小学生聊天 跟我们控烟的挑战都挺大的 所以这个大挑战 我首先交给汤主席 你和小学生对话 谢谢建议 两位陈鸿鸿 你们好 我知道你们看了 我们香港吸烟健康委员会 最新的互动无烟剧场 名字是《无烟奇雨记》 这个《无烟奇雨记》里面 同学介绍了很多吸烟的和害 你们学会后 会不会有什么感觉 将来无烟的世界会是怎么样呢 在街上不会有人到处订烟头 那条街就会干净了 大家都可以呼吸到清新一点的空气 还有条街没有烟味 大家出街吃饭 不用再分非吸烟区那么麻烦 还有有气管病的市民 不用整天看医生 我们政府也会启动公众咨询 希望在大家的群察群力之下 可以做到无烟的香港 那我们数三声之后 一起叫这个迈向灵烟害世代 好吗 3 2 1 迈向灵烟害世代 YAAAY YAAAAAY